因為他們不是gay嘛 是 那如果是我曝光了 他們父母就會有所顧慮 當時戒嚴的環境就是 人權異議都是政治犯 最高當局指示 讓你自由社會消失五年 蔣經國本來不知道啊 是善良的人去安排的 那天公布晚上 你知道很可怕的 很遺憾的 有45個青少年自殺 只救了36個活 9個是死掉的 那對他們來講是 是沒有明天 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請大家不要吝嗇你的小手手 幫阿力點個讚 按下訂閱鈕 打開那個叮叮噹吧 阿力公圍大家好 我是阿力 2019年 台灣成為亞洲 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目前已經快滿5年了 但你知道 推動台灣同婚合法的 重要推手人是誰嗎 今天的公會嘉賓 他在民國戒嚴時期 就開始為了爭取同志平權 奮力抗爭了 將近40年之久 幾十年來呢 在各大同志遊行中 只要抬頭 總是能夠看見他 高出揮動著彩虹旗 今天我們的阿力剛的公圍 非常榮幸邀請到 台灣同運教父 齊家威 齊先生 齊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據說您是台灣首位 公開出櫃的人 是因為在1986年 曾經開國際記者會 公開這件事是嗎 你是應該那時候 吃錯藥 那時候吃錯藥嘛 怎麼說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80年代你知道 對同志 有很大的一個衝擊的問題 就是愛自己 AIDS 是 那時候是從美國開始爆發出來 自由世界民主國家 通通會經常有商業的交流 留學啊 什麼旅遊啊 是 對 都會交流 雖然台灣是在亞洲的一個島國 可是一定也不連 因為我比較懂 流行病學公共衛生的問題 是 我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我想找衛生署 那時候不叫衛福部嘛 叫衛生署 防疫單位 台大醫學院的 就是免疫的那個教授 我們來看什麼要做 因為我從報紙上看到 他們想的一些招 都很離譜 要醫學生假扮同性戀 去新公園 那時候不叫228 叫新公園 是 我說你的假扮 根本就很容易穿幫 對 對不對 反而是造成那些醫學院的學生 可能會受到騷擾 那不如我自己是同志的情況之下 我來做一個溝通橋樑 那時候就在衛生署 跟台大醫院成為一個鐵三角 然後記者他們就說 要介紹我有重大貢獻 可是我說時機會到 等時機到了 讓你們去報 沒問題 他們其實在兩年前 1984年就已經很熟 熟面孔 為什麼我會要等一個時機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跟同學都非常的 只膽的麻糬 都在同學家輪流住 跟他們同床 為了避免他們的父母有所誤解 自己兒子是不是也被傳染 這個同志的情感 對 我要等他們全部都結婚 哦 因為他們不是gay嘛 是 但如果是我曝光了 他們父母就會有所顧慮 或者他們女朋友也會顧慮 因為他們女朋友就知道 我跟他們是 非常好 對 所以我等所有那些麻糬 都結婚 1980年2月22號 最後一個結婚了 所以我就通知媒體 3月我開記者會 是 是這樣的一個英勇 同樣也是在1986年 你好像有像立法院請願 跟同志結婚 因為好像當時 好像因為這件事情 被非法羈押了幾個月時間 其實到新加坡 李光耀總理 因為他新光部隊都在台灣訓練 所以他常常有來過來 那他過來的時候 跟我們的高層 打高爾夫的時候講說 你們台灣怎麼一個違背儒家傳統思想 這個人那個是國齒不要臉 都這麼講 這個笑話那樣到國際上跑 因為我經常在立法院請願啊什麼的 李光耀6月來打高爾夫的時候 就抱怨了五句 當時戒嚴環境就是 人權意義都是政治犯 地方法院對面那個博愛路那邊 幾倍總部 處長 少下就跟我說 鑑告當局指示 讓你自由社會消失5天 反正就是在那邊非法扣押就15天 人扣押不能超過24小時 我是8月15到9月1號才弄到新店軍事情 就是現在的人權園區啊 關了3天才轉到土城 可是後來年底的時候李總理又來台灣 到總統府跟這個蔣總統聊天 讚美一句 欸 你們台灣這個現在都沒有人講那個丟臉的事情 蔣英國本來不知道啊 是下面的人去安排的 李先生一離開總統府 他就問旁邊士從官 剛剛李先生講什麼台灣同性的丟臉 到底怎麼回事 下面就跟他報告來容區嘛 他一想說 一個為了結婚之後還鬧得這樣子 被莫名其妙關成正式犯 對 他就說 就六個字 下面就知道 哎呀 總統不想那麼讓我難堪 還很巧 1月23號自由日 學放人 在過午前1月28日出席 剛好回家過年 對 他們說你看看我們多人癡 這30幾年來啊 您透過這個行政司法等等 這個各部門 來請願宿願抗告 甚至是這個申請釋憲 爭取同婚 多次呢 與這個同性申請結婚 這個部分可以幫我們說一下嗎 1980年為什麼會 算了要去 跟立法院做一個請願的動作 我想說12年 先做第一跑 不行啊 不行就在我預料之中 1992到94那三年 我就公行政院部 主要的行政部護證司 其實他的事先文裡面 有沒有講到一句話 兩年給立法院去處理 要修民法 來訂專法了 如果都沒有動作的話 兩年後的落日那天 就是2019年的5月24日 同事伴侶就可以直接結婚 依民法 哦 可見這個民法裡面 並沒有禁止 中間的轉折 就是關系到 同性戀是什麼一個玩意兒 到了1991年 世界衛生室 才把這個疾病刪掉 所以為什麼我說1992我要動 就是因為1991 世界衛生組只改了 到1998年 我算整個時機 就開始打那個司法訴訟的廣告 有異議抗告 術院 在術院 行政訴訟這麼多 都通拜訴之後 就拿到釋憲資格 1999年提出 台灣其實都是根據 美國的一些 就是生活的行政制度在做 CDC的美國的疾病管制局 把同性戀從病態刪掉這個病名 1999 比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還晚了8年 那美國都已經那個了 所以我想說 那台灣再也沒有理由說No 齊先生也是 申請登記非常多次了 他好像在這個訪談之中 好像有兩次是跟朋友去申請 那時候我有一個就是 愛知的照顧的中途之家 是 因為我的老伴 他不能上台院 因為他父親叫 你再跟他來往 我就開上高速公路 手不握的方向 所以說他這個獨子 就有那麼大的壓力 所以他不能跟我出入這些 公開場合什麼 所以我就只有請那個中途之家 照顧的人幫我掛個名頭 反正都是被拒絕嘛 齊先生在2015年 向司法申請釋憲 那在2017年 首次好像踏入司法 這個法庭對不對 1999年我是釋憲 2000年得到一個No的答案 是 因為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是基督徒 他說不可以碰這個 我們的司法院 想要就釋憲 給彭溫 如果通過了我們是全世界第一 因為荷蘭第一是2001年 那如果說我們是2000年 是台灣通過 那不是賈州第一 是世界第一 2011年有兩個男同志 在中山區公所登記 然後被拒絕 行政訴訟 法官開庭的時候說 知識體大 必須要由符合憲法 人權的一個決定 法官要申請釋憲 那法官申請是有案子代判的 那兩個男同志 五代同堂 高祖一百零五十多老奶奶 簽了兩個孫子跟兒婿 去中山區公了 然後他們就抗爭訴訟了 打到行政法院法官說要釋憲 可是沒想到中山過程 剛才能過世 全家族 一個很大的一個本省家族 250多個長輩在拒絕打壓 他撤告 本來是要有案子去申請釋憲 你案子撤了我 我怎麼申請釋憲 法官也沒指 所以這個大好時機就錯了 所以我想說 既然有法官都肯仗於職員的話 那我就重出江湖 我2015年就地了 而那我是請伴侶蒙 有同性的男律師 同性的女律師 異性的男律師 三十幾個律師的一個挺同的團體 請他們律師團出面 來申請釋憲 那我那以後一直說 早點送 早點送 許修文律師啊 他在等一個時機 美國那時候也面臨這個同婚釋憲官司 結果沒想到2015年6月最後通過釋憲 全美國都要有同婚制度 OK啦 有時機啦 剛好碰到我們7月是鬼怨 我說鬼怨我反對 結果後來許修文說 有一天可以農曆7月7日 這天只可以破鬼怨 所以我們就在七夕情侶節那天 送進司法院 開始就民間有很多同運的團體 也在跟立法院做遊說 那其中最有力的就是油美女 2016年油美女委員他那個法案 在審的過程中 還被那個反同團體 攻佔國會立法院群賢榮 綁架立委 沒想到2017才光過完年2月 司法院丟出一個震撼彈說 我們要審這個同婚 終於要審了 定3月24號 延遲辯論5月24號公佈失憲文 2017失憲拖到2019520 那中間就跨了一個2018公投 那天公佈晚上你知道很可怕的 很遺憾的 有45個青少年自殺 只救了36個活 9個是死掉的 那對他們來講是 是沒有明天 是 世界末日 沒有未來 有很多人都會打電話 就是跟您智商談心啊 這一塊 上個世紀啊 那時候還沒有同志諮詢熱線 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的時間 我自己家裡電話 有當事人 也有同志的父母 我曾經接到有趣的電話就是 那聲音有點小 我就說你是月亮電話 他說對啊 我說你哪裡 他是香港人 哦 那你怎麼知道我台灣 我的這個電話呢 他說香港的張老師 那香港張老師怎麼知道 台灣張老師講 因為我跟台灣的張老師 有跟他們上過一個演講課 是 這麼一切呢 把我的電話給了香港的張老師 香港張老師就有求助電話 就給了我的電話 他從月亮電話這樣打 來跟他 跟他談 那十年 1988年到1998年 在同志諮詢熱線成立之前 我的電話大概也接了 超級全通了 同婚啊 合法 現在都比較開放 但是相對蠻多家庭 還是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 那你會給一些 對於這個自我性向 感到比較迷茫的人 什麼樣的一個建議嗎 每一個人的家庭 構成的條件不同 很難有一個標準的公式去處理 但是基本的就是你自己 能不能肯定自己 自己能不能面對自己 就算別人再怎麼否定 你一樣能肯定自己 這個最多 好的 非常感謝齊先生來到我們阿里岡公會 擔任我們的嘉賓 也見證到了這位必定寫入歷史書的重要故事人物 他不會據別人的眼光 堅持自己 每一步都走在長遠的目標上 不單單只是為了自己更造就了不同族群 更幸福的生活環境 敬佩齊先生在他漫長的人生當中 替不同族群發聲與努力 也希望每個人呢 都能夠活得平等 並且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的 我們這期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話呢 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最後一步要做 哈哈哈 拜拜 我們現在講的安全性行人Safe6 就是保險套 誰提的 全世界我提的 當時1986年剛好 就是我剛講的那個台大 已故的那個副院長 他的學生從美國回來 他學生在美國幹嘛 醫學博士喔 方強中 在紅四次會擔任 就是那個執行總幹事 他來看老師 剛好在辦公室 我正好在跟莊藥的時候 講一些要怎麼處理 那個方博士就說 嗯 口痛啊 艾滋病就是 束手無策 防護算防 又沒藥 無藥可醫 我說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保險套 保險套不可能啊 當時他的答案 1986年他回到美國 兩年直接觀察 1988年全世界推動 到現在 35年 有變嗎 安全性行為 唯一的 保險套 好